好,這時候請你們再新增43小鳥丟蘋果的部分 新增蘋果進來 好,我們就讓他重複執行 等候1秒 我們現在在83頁的第3格,那在這個等候1秒的地方呢,我們就讓他 因為要讓他隨機產生,所以我們讓他等候 0到2秒 好,我在這裡補充一個功能喔 如果今天你想要讓造型裡面是一次釣出不同的水果,這時候怎麼做 好,香蕉 好,我們只要讓他在這邊外觀 切換的部分 切換外觀 切換外觀的部分到運算裡面,看到這個數字有沒有1,2,那我們就在這裡面 新增 1 1 2 好,這時候他就會一直切換不同的 食物出來 好,那進入課本第84頁 那我們在這裡的時候,讓他一開始是隱藏的 當今天如果說發生了一件事情,等候的時候,讓他顯示出來 好,再來我們就讓他 GoTo GoTo什麼呢 GoTo小鳥 讓他從小鳥上落下來 然後並且再重複執行 直到 哈利 直到他 小魚 小魚什麼 Y座標 小魚 負 170 為什麼不要在180呢,因為 導流一個10會比較安全 好,再來將 Y座標 改為 -5 好,拖曳旗標到城市區 好,這時候我們按下旗子開始 -10 有沒有看到,好,開始,有沒有,落蘋果 好,所以他就不只落蘋果,他還可以落香蕉 好,就等隨機產生了 -10